今天我们来看一块三星的PM981A 这块硬盘不说我还以为它刚从非洲度假回来呢 这个主板本来应该是像这种翠绿色的 现在都变成棕色了 毫无疑问它是一块标准的 不知道多少修的硬盘 像这种全身发黑的情况 我感觉能救起来就真的是一学奇迹了 那为什么我还要修它 因为对方提供了料板 有这个机会我当然要去尝试了 假设恢复失败 我无非就是耗费点时间精力 再获得一段翻车的素材 对方充其量也就损失一个料板 这个买卖不亏啊 当然我还是希望它可以修好 好了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看一下原板是什么情况 这个故障是不上电啊 不对 这不是不上电 靠近一点 还能听到这种滴滴的声音 它应该是上电以后短路 导致这一个电流被拉低了 所以我观察了一圈 我发现 这个主控底下的焊盘 它居然是一高一低的 前面矮 后面高 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加焊主控 981这一种用的是高温无迁的吸球 正常情况下 没摔 没进水 一般是很少出现自然空焊的 还是先把这个主控拆下来做进一步研究吧 原来这个主控底下 它还是没有焊油的 上家那边应该是干吹的 这个就是主控刚拆下来时候的样子 上面的焊盘我还没有清理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个主控至少怀孕 有五六个月了吧 我感觉它存活的概率不大 但为了表示尊重 以及好给对方一个交代 还是得把它清理干净 再试一遍的嘛 花了点时间 这个焊盘我已经给它刷干净了 目前上电 我这个转接板上面的灯 已经不会按下来了 继续来检测一下 这个电源芯片 它是否工作正常 好的 这边测量出来的电压 看起来应该是没啥问题的 因为这一个主控底下已经鼓包了 按平常的方法去焊接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还需要给它进行额外的加工 我们这里用低一点的温度 给这里先预热一遍 接着我们再给它轻轻的压平 这个可不能大力出奇迹 不然的话 底下会有东西喷射出来的 只要不达到它的溶点 一般是问题不大 现在这一个主控我又装回去了 直接上机 上机还是没有反应啊 因为我刚才看着一个电流是已经起来了 我们短接看一下能不能读到主控 短接能认到这一个主控 有可能这个主控并没有完全挂 反正客户那边也提供了料板嘛 不用白不用 我们现在把这两个颗粒还有主控 换到这一个包好的主板上面 看一下会不会有奇迹发生 为什么我一开始就不选择斑板呢 首先它的颗粒是被干过一遍的 如果我现在再去动这个颗粒 会增加它掉固件的概率 我一般都是能重剪处理的 就尽量重剪 颗粒这边它也是没加焊油的 我感觉这两个颗粒也会不薄啊 上机还是一样的故障啊 本来这个盘一开始我也并不想接的 但一听说对方有提供料板 我还是硬着头皮接了下来 到我这边再次进行尝试 无非就是不想给它留下遗憾 继续来看下一块三星的硬盘 与刚才不同的是 这块盘是我自己一手接过来的 之前它是用在耀耀领先机器上的原配硬盘 跟我上次接到的那一台机器是属于同款 我用我自己的24K钛合金狗眼 快速扫了一眼就发现了故障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就是这一个保护隔离管炸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只需要闭着眼睛 把这个保护隔离管给它摘除掉 炸掉的管子我已经拆掉了 接下来我们找一个自恢复保险给它装上去 刚才的那一个尺寸太小了 我们给它装一个大一点的上去 自恢复保险可比保护隔离管好用多了 下次如果再炸的话 只要不是固件问题过几分钟 它就能自行恢复 保险我已经给它装好了 咱们来确认一下状态 目前还是读不到硬盘 还是不能过度自信 这就被它反手了 我们重新来确认一下 电流是跑不上去的 这个电流肯定没有正常工作 再测一下它们周围的对地组织有多少吧 这个组织看起来应该没啥问题 有可能是这个电源管理芯片也挂了 我们直接给它更换一个 现在上机也有反应了 不过这块硬盘的占用 它会一直卡在百分百这里 我推测这块盘它又是爆了01的 我这边又用设备重新确认了一下 果然是有01错误的 就是这一项媒体及数据错误 这里的数值有0x48 正常来说这里应该都是0的 这个盘它应该是先有01 后在保护隔离管 以及这一个电源芯片的 硬盘的数据读出来以后 肯定也不能再用了 本来我还想给它先换一个保险 好让这一个盘继续服役的 按目前这种情况 这个保险也可以说是提前完成了它的使命